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9年一级建造师 项目管理的考点金奖班课堂 我们正在讲解的是第三章进度控制的内容 接下去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关于一个叫单代号大家网络计划的考点 那么这个内容在整个项目管理的考试过程中间 不多借 但是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平常所显现的提示 是一颗心的提示 大约在几年之前 曾经在界面上有过这样一道题目 看基本概念 首先单代号大家网络图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你还以为就是单代号图 但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图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如图所示的一个单代号大家网络计划 如果我们当它单代号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的界限上面多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单代号大家网络里面的所谓大家关系 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个STS等于8 这里有一个FTS等于2 这里有个FTF等于5 那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工作和工作之间的这种建局 这就是大约网络的一个特征 它有了这个才叫大约网络 如果把这个全部拿掉的话 那么就是变成纯粹的单代号网络计划了 好 所以单代号大约网络呢 其中一般我们把起点和终点都用什么 用虚拟的节点来表达 这个叫ST 这叫FIN ST下面是零 FIN下面也是零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保证了整个图满足一个画图的最基本要求 就是一个图只有一个起点 只有一个终点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看单代号大家网络图中 每一个节点呢 是表示一项工作 那同样的前面这个叫RA工作 后面这个叫借工作 都是用圆圈把它圈起来的 那么这个两个工作之间呢 是有这个关系的 这个关系呢有四种表现 大家先看英文单词 FTS RA的F 到什么 到借的S 这个因为它是RA借 是表示两个节点 是这样 那么前一个字母呢是RA的 后一个字母呢是借的 当中这个T呢 在英文里面就是TO TO 到中文意思就是到哪里的意思 那么FTS Raj呢就是Raj呢就是Raj呢就是Raj的F到什么呢到J的S 那么F又是什么呢F代表完成 S又是什么呢S代表开始 因此FTS Raj呢它的英文这个单词翻译过来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前一个节点Raj呢就是前一个节点I的完成到后一个节点J的开始 如果同学听懂这一个符号的话 那么下面三个符号可以自己笔画着 一起跟着老师一起来理解一下 FTFRaj 那么就是前一个工作I的F代表完成 到什么呢到后一个工作J的F也是完成 所以第二个符号FTF的它是完成到完成 前一个是完成后一个也是完成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符号STS 我们来从最简单的形式上先认识它 I取的是S J取的也是S 那么代表着什么呢 是从I的开始到J的开始 因为中间这个字母T呀 用中文表达出来就是叫到 就是到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STF Raj 那么就是Raj取的是S 那么Raj取的是开始 J取的是F J取的是完成 那么用中文来表达的就是 前一个工作Raj的开始 到后一个工作J的完成 同学们这个呢 是必须要脑子有一个痛苦的一个认识过程的 就是说你看着这个符号 你要知道这个符号讲什么 然后我们说工作的 大家顺序关系是用前项工作的 开始或者完成 与其紧后工作的开始或完成之间的时间 建局来表达的 具体来讲 四种 那我其实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我们再来温顾一下 FTS Raj Raj取的是F J取的是S 那么Raj代表的是完成 J代表的是开始 所以整个这个符号 所以整个这个符号代表是前一个工作Raj的完成 与他后面的 他后面那个工作J的开始之间之间的 时间建局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符号 FTF Raj FTF Raj代表的是前一个工作Raj是完成时间 后一个工作J也是完成时间 那么是两个工作的完成之间 时间之间的时间建局 那么STS Raj 那么是前一个工作取的是开始 后一个工作取的也是开始 那么代表的是两个工作开始时间之间的时间建局 再来看STF Raj 前一个工作取的是开始 后一个工作取的是完成 代表的是前一个工作的开始时间 和后一个工作的完成时间的时间建局 所以这个呢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四个符号 反复的把它搞清楚 熟能生巧 嘴里面看见图 嘴里面马上就出来什么意思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时间参数 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标注形式里面 那这是前面的一个工作代号 Raj 这是后面的一个工作代号 J 那么前面的工作呢 当然有ES EF LS 后面的工作也有 ES EF LS AF 那么前面的工作有TF FF 那么后面的工作也有TF FF 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因为工作代号不一样 一个是写全部脚标写的是RA 一个全部脚标写的是J 那么但是我们看它跟单代号比较起来 单代号中间就画一根线什么都不写 它这个中间间线的上方表达的是某种实据 就是刚才我们学的四种实据中间的一种或者多种 那么底下呢 这个间线的底下我们习惯留给什么 留给写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 好 汇图规则 那么它的汇图规则基本上跟单代号的汇图规则一样 就不需要再强调了 那么第三 呃 单代号大线网络计划中的大线关系 啊 大线关系 我们说这四种大线关系呢 我们前面符号已经都认识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具体啊 工程意义在什么地方 那第一种叫FTSRIG 用我们前面的解释来讲 就是前面一个工作用的是完成时间 后面一个工作用的是开始时间 好 你看我们来表达一下 用图表达一下 同学们看 前面一个工作 后面一个工作 前面工作有开始完成 后面一个工作也有开始完成 假如我们都是早时间的话 ES EFRA 就代表RA的早开始 RA的早完成 这里的ESG EFG 代表的是G的早开始 和G的早完成 那么所谓的FTS 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前面一个工作的什么 完成 取的是前面一个工作末尾 啊 后面一个工作是S 取的是后面一个工作的开始 这两者之间 大家看 间隔啊 不是贴在一块 中间拉开来有个距离 时间有个距离 时间间隔啊 时间间隔啊 所以这个叫FTS FTS 啊 那么如果我们表达在这个图上的话呢 就这样表达 前面是RA 后面是G 中间的话呢 A 表达FTS RAG 一般表达在间线的上方 间线的下方呢 一般是写两个工作的 之间的时间间隔 两个工作之间的时间间隔 啊 好 呃 我们来看看它的工程含义 FTS的工程含义是什么 啊 例如要修一条地坝的沪坡时 一定要等土地自然沉降 才能修护坡 那么实际上这里有两道工序 前一道工序 I工作的话呢 而我们可以认为是 啊 堆这个坡啊 堆这个堤坝 堆这个坡 那么后一道工序 我们认为是什么 叫互坡 就是把坡面给保护起来 把坡给保护起来 哎 这两个之间一定要有个等待时间 啊 什么原因呢 这学土木的人都知道 它要让土自然的什么 沉降 那么这个所谓的前一个堆好了 就是完成了 后一个什么呀 要开始做互坡了 那就是开始 所以前一个完成 后一个开始 那么这个中间的时间 见据呢 就是FTS 那么学完以后 听懂了 当然自然好 前一个是堆堤坝的完成 后一个是这个互坡面的开始 所以叫前完成 后开始 中间这个时间 那么我们用FTS 这样一个特定的符号来表达 假如你能听懂 那是万幸的 大家最好了 如果你没听懂 你要这样死记恩贝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就是说到地霸的互坡 那么我们这个例子所对应的这样一种表现形式 就是FTS 这个叫什么 这个最后叫你死记恩贝 反正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举这个例子 那么你挑一个符号 你这一分就拿到手了 这是叫为了考试而考试 好我们看第二个符号 FTF 那么前面一个工作是完成 后面工作也是完成 两个前后工作都是完成时间 有一个限制 有个时间剑局 我们看这里图表达的前一个工作是RA 后一个工作是结 前一个工作取的是完成 后一个工作同样也是取得完成 完成和完成之间 有一个时间一说 时间十句的一说 所以这个叫FTF 那么它的工程含义是什么呢 工程含义是相邻两工作 当仅前工作的施工速度小于仅后工作 特别记住这样一个例子 仅前工作的速度小于仅后工作 必须考虑为仅后工作留有充分的工作面 因为仅后工作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考虑的话 仅后工作就没有工作面 而无法正常进行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的间隔就是FTF 那么如果说你没听懂的话 也没关系 你记什么呢 就是记这个符号 记这个符号和这一段文字的意思 两项工作 前面那个工作做的慢 后面那个工作做的快 那么你要考虑为后面的工作 留出足够的什么工作面来 留出足够的工作面来 这个就是前面工作的完成 前面工作的完成和后面工作的完成 之间的时间建局 这个叫FTF FTF 那么如果再要浓缩一点 更未考试而考试使劲恩贝的话 就是前慢 后快 两道工作之间表现的性质 表现的性质 就是前慢 后快 就是前慢 后快 那么用的就是FTF 目的是为后面的工作 留出足够的工作面 好 第三个符号 STS 那么前面工作取的是开始 后面一个工作取的也是开始 那么两个工作都是取的开始之间的时间建局 那大家看在图上表达的话 感性表达的话 这是开始前面工作的 这是开始后面工作的 那我们的时间建局呢 就在这两个开始之间 叫STS 那么它的工程意义是什么呢 就这个符号的工程意义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路基和路面之间 路基和路面之间 那么用的就是STS 实际上是路基干了一定的时间以后 就为路面创造了条件 你路基做好了 上面就可以做路面了 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符号就是STS 那么你如果不懂的话呢 或者说没完全理解的话 也不要紧 考试 纯粹为了考试的话呢 你就记住STS的概念 就是路基和路面之间的关系 它代表的是前一项工作的 这个开始和后一项工作开始 两者之间要拉开来 一定的时间建局 拉开一定时间就 就好像这里讲的 你路基开始铺设 和路面开始铺设之间 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建局 这样的话呢 路面铺的时候 才有下面这个路基给它打好基础了 打好基础了 才能铺路面 就是说路基开始工作 一定时间为路面工作 创造一定的工作条件 路基上面做路面 是这样一个道理 好 这是第三个符号 而最难懂的是第四个符号 实际上呢 如果纯粹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不需要大家去钻右脚先 第一你要注意这个符号本身的解释 前一个工作是开始 后一个工作是完成 那么他讲的一个例子是什么 就是挖掘 带有部分地下水的土壤 大家知道我们挖土的时候 挖掘的时候 希望挖掘的这个坑槽范围是干的 那么部分地下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当你开始挖的时候 它并没有接触到它的地下水位 但是如果你挖到一定深度的话 你就有可能碰到它的地下水位 这个时候你要采取一种方法 就是能为的把地下水位降低 你才能挖那部分的土 那么因此我们的意思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壤 可以在降低地下水位工作 完成之前开始 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壤 可以在降低地下水位工作 完成之前开始 完成之前开始 因为它不受什么 它不受这个水的影响 但是倒过来 在地下水位以下的土壤 则必须要等降低地下水位之后 才能开始 地下水位以下的土壤 是湿的 是有水的 你不能够贸贸然就挖 一定要先把水降下去 然后你再去挖 所以 降低地下水位工作的完成 与什么时候 挖地下水位以下的土壤有关 至于降低地下水位 什么时候开始 则与挖土 没有直接联系 那么因此我们要 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开始一个结束 一个开始一个结束 实际上就是说 你的这个挖地下水位以下土壤的开始 一定要等什么 等降低水位完成以后 你挖土的开始 但是这部分土是什么 不是地下水位以上的土 是地下水位以下的土 你挖这部分土的开始 一定要等什么 要等水位降完以后 降水是另一道工序 挖土是一道工序 降水是另一道工序 这个挖土的开始 一定要等到什么 等到降水完成以后 挖土取的是S 降水取的是F 所以这个叫STF 而至于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壤 就不受这个影响 不受这个影响 好 那么看图的话呢 那就是说 这个是前一道工作的开始 这是后一道工作的什么 这个警民工作的什么 完成 他们之间的这个时间间距呢 就是从前一个工作的开始 到后一个工作的完成 它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时间间隔的 有时间间距的 时间间距的 请大家注意这个 时据STF的表达 好 我们用一个立体来巩固一下 关于单代号大家网络计划 时据的说法 准确的是 大家刚才看典型的图 这个时据一般都表现在什么 不管你哪一种时据 都表现在间线的什么 上方 所以这道题呢 应该选C 时据一般标注在间线的上方 那么B只能有一种错了 我们或者一种 或者多种都有可能 而时据是时据 时间间隔是时间间隔 这是两码式 不是它的特殊形式 那么时据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关系 并不是说 某工作的具有特殊时间的参数 而是工作和工作之间的 并不是某工作所特有的 而是两项工作之间的 所以这个说法又是错的 答案最后取的是C 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道例题 某道路工程在进行基层和面层施工时 为了给面层铺设提供工作面和工作条件 需要等基层铺设一定时间后 才能进行面层摊铺 这个里面有两道工序 一道工序是基层铺设 一道工序是面层摊铺 那么他要求前一道工作 过了一定时间以后 才能这个做后一道工作 他讲的就是这个两个工作之间 都是开始时间之间的一种限制 基层的开始 过了一段时间 到面层的开始 那么这是两个工序的开始 两个工序的开始 所以答案应该用的是STS 所以大家记住了 我们前面讲的路基路面 路基在下面路面在上面 下面做了一段 有一段工作面了 有一段条件 有一段基础了 那么给上面可以去做了 这个就叫STS STS 那么他把路基改为了什么 基层 其实在这个我们整个讲 市政里面讲路面工程的时候呢 只要基层和这个面层 正是在一个大类里面 但是它是分层次的 也分成一个下 一个上 基层在下面层在上 所以相同于我们书上讲的那个例子 路基和路面 所以因此还是用这样一个符号 STS 好 我们再来看这道立体 我们来应用一下这个时间 当中的时间距离 也就是说 十距 两者的十距 A 它是开始于十 完成于24 它的持续时间是14天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个图上看出来 现在要求B的参数 但是A和B之间有两种实距关系 第一种实距关系呢 是STS 两个A和B之间呢 是 差了三天 那么也就是说 两个都是S 那么前面一个S是知道了 十 那么后面一个 ES2 也就是这个B的ES 那我们根据STS A的开始是十 B的开始呢 取决于它们之间时间间隔是三 十加三 这个应该是十三 写个十三 好 那么从B工作本身来讲 从它的早开始早完成 很自然的 十三加八就是二十一 就是二十一 是吧 好 同学们它还有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关系 我们搞定了 它还有一个关系要满足 需要满足 什么呢 叫FTF等于六 也就是说 这个前一个工作的完成 完成和后一个工作的完成之间 差了什么 差了六天 那换句话说 前一个工作的完成是二十四 那么后一个工作的完成 应该是二十四加六 应该是三十 倒推回来 倒回来 刚才我们是顺着做过来 现在是倒着回来 三十减去八 应该是二十二 二十二 那么在这个两个计算中间 同样是从A顺着剑杆算到了B 有两种可能 大家在一般的网络图里面学到 我们网络图里面顺着走 以取大的为准 所以这两组数据中间 我们去掉了一组数据 留下了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就是C 就是C 因此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C 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C 好 我们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 把这种实距关系 给大家呈现一下 也让大家明白一下 在单代好大家网络计算中间 最最基本 最最简单的解题步骤是什么 就是从A向B A工作向B工作 在计算推移的过程中间 假如碰到这个大件 这种实距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怎么样去解决 这里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A和B碰到STS的时候 取A的S 推算B的S 那么应该是10加313 然后B的S有了 也就B的开始有了 那B的完成F也应该有 13加8应该是21 这是一种推断 这是一种推断 但是别忘了 我们整个A和B之间 它受两种制约 它不光光受你这个STS的制约 它还同时受FTF的制约 那么这个FTF的制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前面的F是24 那么后面的F FTF 后面的F也是24加6 得到30 30倒推 从EF倒推到ES 这是减法30减8 是22 而在同一个基点 同一个工作上 由于前面十句的关系 同时存在两种可能的话 我们取大的可能 因为我们网络图里面 一直这样讲 顺加要取大 顺向是要取大的 好 这道题目最终的答案呢 是取C 像这种题目呢 我们没有必要打破 沙坡问到底 我们只需要根据它的题目 这个来进行解答 掌握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其实这样一个题目 是一个很大很大题目的一个 树影 微型化的一个树影 你只要把这个微型的东西搞清楚了 你把它推展到整个大的一个网络计划 大家网络计划的计算中间 你只要老老实实 两个工作两个工作之间 这样慢慢慢慢慢慢 从开始往去说 这样去推移 总是能够把它解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举复杂的例子了 好 谢谢大家 这一节内容比较简单 是关于单代号大家网络计划